- 天梯2000分 哈囉大家好我是瑋恩 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一場天梯2000分的對決 Yellow Jacket對上的是巴西的知名選手BRA 那雙方分數大概是差的單挑有三四百分 三四百分 那文明是伯根蒂對上西西里 地圖是阿拉伯 那選擇來看這一場的原因是因為 西西里在2021年 阿末之王第四屆結束之後 被砍了蠻大的一刀之後 就沒有再回來比賽局裡面了 那伯根蒂的話近期也是被動了好幾次的刀 然後在新的版本裡面 伯根蒂又再一次下手了 那這兩個過去都非常強的文明 又再次對待一起 來看一下這盤的對決 現在的阿拉伯是非常難為的 圖是非常非常的開闊 跟以前的阿拉伯完全不一樣 所以像伯根蒂這種比較前期會被打的文明 在比賽局裡面就比較少出現了 那西西里的話過去打漏馬騎士非常強 騎士也不怕駱駝 但是他的陸地抗傷害下修之後 基本上西西里最大的武器也就沒了 那至於這個薩金特衛隊 特殊的寶兵 在很多的時候也沒有辦法出場的情況下 西西里現在在阿拉伯的定位也是有一些尷尬 比他強的馬國或是步兵文明都蠻多的 那這邊非常開闊 墓區墓區非常開闊 這場算是一個忌兵內戰 然後可能長槍兵也有機會轉出來 看誰先轉長槍兵 還是會有臉上寶 BRA這邊會打臉上寶嗎 我不確定 前面我們稍微快轉一下 這邊一樣推斑馬 然後拉大象 雙方 地兵文明 基本上都是推斑馬 除非你是想要棒子開局轉小弓 那你可能會先看對手的家裡長怎麼樣 這邊歪圈一樣繼續推他的路 那伯根蒂基本上前面很少作戰術 因為他必須點這個早期的經濟優勢科技 所以他需要更多的食物來補足他的經濟 所以基本上遇到伯根蒂 他基本前面不會來打你 也不會去看你家 他去看你家 意味著他點這個科技的時間點也會稍微晚一些些 所以前期對上伯根蒂他的戰術還蠻少的 容易就拆透 西西這裡剛剛BRA也是推了兩個日路 方方這邊一個19吋 一個20吋點支部 然後要點重建 BRA這邊連支部都沒有點喔 他是直接看到這個伯根蒂前期未來打我的情況下 完全沒有點支部 還真的YJ就推了這些斑馬 給這邊小圍 帶軍營 挖黃金 這邊YJ最終是20吋點支部 然後升了民兵 然後 等一下要做開尾的動作 這一場蠻有意思的 伯根蒂是一個民兵轉小公開局 然後省一下經濟 先打防守 也沒有要跟西西對這個漏馬 這邊BRA也蓋兵營 位置離TC蠻遠的 但是 看起來是已經要局部小圍了 那這邊伯根蒂最終是打了一個三名兵騎手 三名兵騎手 好 BRA原本19吋點封劍 看起來是一個漏馬開局 但是確定了三名兵過來的時候 馬上轉這個營地 馬上轉這個射箭場 劍招拆招 現在這裡雙伯木 格局還沒有點 這邊YJ打得比較軍事 通常打那種很喜歡防守的玩伯根蒂 像viper這種的 他前面可能不會來打你 也不會出裝甲 他就虧過小微 然後把二級木二級龍搶先點起來 這邊BRA的手速非常快 完全沒有機會 哇那這邊 玉套比自己強的300分高手 這隻裝甲 雖然是 有給到一些壓力 消耗了對手一些手速 但完全沒有機會 這邊手速真的是拉得這樣快 然後馬上又補了這個射箭場 加這個小弓出來 YJ這一盤的話 我認為他應該是因為自己的圖 比較開闊的情況下 前面一片 開闊 他才來選擇打這個三名兵 出裝甲去消耗一下這裡 撥引一下對手進攻的節奏 好讓自己這裡 打開我 所以不一定是 祭兵文明的時候 就一定要漏馬開局 這是我個人的猜測 當然我沒有問過YJ 提供大家做參考 當你圖開闊時 你的阿拉伯配置裡面 也會這個民兵起手的話 那這也是一個蠻好的開局 好 假使這兩隻三隻裝甲 被收掉的情況下 再過來也許 YJ這裡已經完全圍死了 那這邊射箭場開始開 那BRA這裡也開始圍 我這兩千多分的對局 都是一波一波的交換 這邊三隻小弓馬上出門 然後有點了一擊射 這邊BRA還先點輪軸 他有這個兵工場 但是他先點輪軸 偷了一波 我現在小弓有一擊射 對手沒有 而且這裡已經被亂到的情況下 只能先出 毛兵嗎 沒有還是點了一擊射 那YJ看起來 以上第四角來說 這一盤是可以直接拉圍 圍到最開的 可以直接圍到最開 可能同時也怕 對手有錢東西進來 可能也會怕 不過很可惜的是 這邊對手 還沒有過來打YJ 然後這邊卡了房點輪軸 所以這樣一來一來 其實這邊是還蠻虧的啦 好 老公這邊上高地 那現在BRA這個高地主金 在這個位置 蠻不舒服的 西西里有城樓可以插 他沒有劍塔 他只有城樓 那城樓的問題是 他耗石頭175 那西西里開局的300石頭優勢 可能你插一個城樓 你就只能開 一個TC而已嘛 那西西里他開TC 速度有提升的情況下 城堡要開龍這個節奏 你拿去蓋城樓 就會大打折扣 雖然城樓比一般的劍塔強 裡面也可以出張啦 但是前期基本上 會去這樣打這種戰術的玩家 還是特別少 我現在33村打32 你在光 現在的版本 異形 打更多強軍士 找到對手家裡附近有一塊高地 工兵在那邊踩著 就可以在那邊擾亂心情 所以現在阿拉伯 建議不要學viper玩 不要太龜 不要太龜 除非你防守功力很強 現在BRA受不了了 來後面挖附近 那YJ這邊 現在蓋士 比較可惜 剛剛這邊調配如果再快一點的話 也許已經點存保了 可是以流程上面來說的話 2000分跟2500分 流程上不會真的 落差到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每差100分 那個基本功就會在這個對局裡面體現出來 你有時候就是 控不上來 或是 你心裡在想著下一步要怎麼走的情況下 花了30秒在想 營運的過程就是一個空窗期 你完全沒有做事 就會變成說 你有很多的時間是有閒置提出 那現在CC裡蓋了一個馬舊 用馬舊的肉馬來接這個毛病 就這裡蓋兩個馬舊 點一級房跟一級金 一級金的話有7個人在挖 二級木也點 這邊要繼續combo下去打強軍士 哇這邊有10個人挖金 三馬就10人挖金 打一個格子馬 強軍士 伯根蒂開農起來非常噁心 但是我們也忘記 神卯時代伯根蒂非常的強 現在 城堡直接上來 三馬就直接要給對手死 那我覺得YJ這裡的嘗試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對手是比他高300分400分的 巴西高手 打強軍士多一點 給更多的壓力也會比較輕鬆一些 這邊 可能不知為何漏了一個洞 不知道是故意留的還是忘記還是 好現在騎士直接三隻出去 然後有10個人挖金 直接點格子馬 那現在怕的就是僧侶了 西西里現在怕的就是僧侶了 欸不是西西里怕 因為你把這個昂貴的格子馬拿出來用 西西里等一下可能用僧侶做防守 柏根蒂這邊的話打進攻面也很香 他有控制地圖控制 等一下可以拿一機加15 好 他馬就真的是有點噁啊 好現在格子馬切進來 現在才開這個收到月 第一波已經灌進來了 這也是我剛剛講的 這年頭阿拉伯超級難為 打強軍士 直接灌進來 當對手的操作變得越來越亂 然後現在格子馬要比人家西里強 那邊有出幾次長兵 一擊攻沒有吧 也是有點難打吧 然後這邊YJ直接3TC 西西里上來直接4TC 蹦一波 開TC非常的快 直接開一個4TC 然後想要用生女做防守 但是現在幾隻格子馬進來已經殺了五村 喔招走蠻血的嗎 一路蠻血的 喔這邊很漂亮 藍色伯根蒂現在就是比較強喔 惡木惡農輪軸有了 3TC有了 3TC 喔這邊馬直接滴掉 然後這邊BRA有偷掉生女 這一隻村民應該不是要來前置的 在你有4TC的情況下也沒有辦法 再做前置的戰術 欸 這邊就這樣子放過他 城堡時代差不多就是這樣 對手有出修道院的情況下可能伯根蒂就不繼續打了 看一下後面要回來開農還是說要轉寶兵還是說要轉什麼 那伯根蒂的話基本上城堡時代不太會去打工兵 因為後期也不會打工兵路線 頂多就是戰矛防守 對上工兵國戰矛防守 對上馬國格子馬對撞 或是生女防守 或是直接挖寶打海底刀 或打馬藏青壯兵 所以現在對手有4TC的情況下 你要轉工兵也很奇怪 那這邊YJ就繼續拿他的遺跡 那我認為BRA這裡可以多出一些清洗兵 去控一下這個遺跡 不要讓伯根蒂拿太多 不過BRA這邊因為他開了一個4TC 有點算是純濃 有點算是純濃 這邊大量在挖石頭 這個BRA不知道這個時間點是怕被臉上寶 還是他想要打一個長槍兵家臉上寶 但我不確定 長槍兵加寶推 吸吸你很強 但又要伯根蒂 因為伯根蒂他城堡的格子馬也很強 他可以格子馬吃你長槍兵 所以你未必能夠直接灌上去 這邊來看一下 這邊真的點了一個護衛技術 要打一個寶兵嗎 臉上寶加長槍兵嗎 好這邊4TC YJ這個時候4TC 農還要再更農 那雙方其實對於互相的文明熟悉度都非常的高 兩個人城堡都轉不出其他東西 西西頸多長槍兵不會打工兵 柏根蒂也是不會轉工兵 那在騎士內戰的對局裡面 僧侶可以做防守 有僧侶的控制 基本上對高手來說 僧侶都會控 都會控的情況下 你騎士內戰就 難以打出東西來了 所以變成一個4TC打4TC 87吋打69 那這邊 當然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BRA他的村民數是89吋 打YJ70 所以這邊也是一個基本功以外 可以看到國際的高手 2400分的高手 他的營運 減至TC3分鐘 YJ有8分鐘 所以剛剛在第一波層出 有打到東西之後 的營運層面 BRA是做得更好 可是異帝國真的是 很多時候 你也可以用基本功來 助說這一切 這邊有把格子馬低掉 也是基本功 如果在 不是2000分 或是 再弱一點的 天機場次裡面 可能那格子馬就被招走了 這邊BRA點了二防長槍兵 重裝 是真的要保推嗎 現在這邊格子馬直接硬吃長槍兵 長槍兵二防還沒上來 但是長槍兵已經開始要餵了 813尊打105 這邊村沒拉出去 要臉上寶嗎 但是BRA好像有提防喔 吸吸蓋寶很快 而且這裡長槍兵很多 應該蓋不起來吧 一攻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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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變臉上爺爺寶呢 吸吸蓋這裡5TC 等一下也可以點銀罐 日軍東征 不確定會怎麼打 但是現在YJ要來蓋臉上 這裡會成功嗎 吸吸裡 吸吸裡XX沒有繼續按 他現在想要先點帝王 BRA想點帝王 BRA想點帝王 BRA這邊想點帝王 想又想要夾一下 現在點二級弓 現在這邊 但是想夾 但是受不了了 喔這邊 喔這邊 一眼不合 吸吸蓋寶很快 吸吸蓋寶很快 但是YJ這邊也蓋寶嗎 這邊格子馬已經殺到很多的村民了 喔這一波BRA這裡決定勝負 拉更多村出來 又再一個寶 我看你啊這裡 兩個寶 哇現在是錄製影片 但是我好像轉播 不小心把我直播的風格弄出來是吧 喔XXXXX 嗯一 消音 喔不小心脫口而出 沒想到這裡兩個寶 好一個野野寶 再一個 補一下 哇這裡 哇這裡工房這很精彩 但現在的問題點來了 BRA這邊剛剛原本看起來是看似想點帝王 但是發現夾不住 結果點了二攻二防 打到這個BRA有點panic喔 你看一個比你高分 比我們高分 比我們高分 這不是說對YJ 應該說對全體的觀眾朋友們 多 如果你今天對手比你高兩三百分 你想盡辦法進攻他 他是有機會被你打到一個panic 不知道怎麼辦 他二攻二防長兵雖然上來了 但是現在有兩個寶蓋在這裡的情況下 長兵他也沒辦法上來 加上這裡格子嘛城堡很強 YJ這邊其實看起來是沒辦法上帝王的 其實也可以 但一來一往這邊殺了很多村民 BRA現在是還沒有打到YJ這裡的喔 有機會嗎 這邊BRA是一個master piece嗎 有圍住嗎 有漏洞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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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心態 這年頭不要打防守了 真的 你還要搞那麼多操作 又是一個viper流 不是 不能說BRA這場是故意打viper流 我的意思就是說 給大家一個借鏡 欸欸欸 71.02 想偷偷上來蓋寶 蓋了起來 哇 吸吸蓋寶真的好快喔 BRA這邊死了47村 然後這邊海底撈出來 再一個遊俠 哇 這盤 高手BRA高了400分 很強是很強 基本功我沒有看到 對比2000分的YJ來說 但是這年頭真的圖不好的時候 你真的會死 所以每次往往看那個國際賽事viper 那種龜農防守 防守反擊 在現在這個時代裡 你真的 不要亂選 有好好的進攻 正常的流程去打就好 不要太偷阿 現在偷經濟很容易死 現在這邊 增輯科技減免的伯根利 游俠準備上來了 這個伯根利 層出跟地出都非常強 層出跟地出都很強 因為格子馬的那一段 跟游俠剛上來的那一段 你跟對方的記憶體的落差 是最大的差距 你只要點上來吃他一波 很難打 這邊叉叉轉出來 叉叉轉出來的話 會打到出火槍兵嗎 火跟地是7加4攻擊火槍兵 游俠上來啦 雖然被戳很痛 沒有品種 但是寶都換掉了 先來看一下YJ後面是 喔 點步兵 是傳說中的那個嗎 是傳說中的那個金冠革命嗎 沒有要火槍 直接再讓這個BRA直接吐回去 想說化學還要跑時間 不等了 但是我這邊講真的 我不確定這裡革命會不會贏 咦咦裡的戳戳也很 很痛 他現在戳戳蠻多的耶 其實YJ革命沒贏的話 他可能會輸喔 YJ這裡如果革命 如果是走革命的話 可能會輸喔 這我不知喔 這個 但是這邊打來打 沒有要打穩一點的火槍 照理來說應該是轉火槍兵 沒有要轉火槍兵 直接點步兵線 C已經有6個TC 點銀罐葡萄園 在點金罐之前 還有記得先點銀罐 留了一手怕真的沒有 狙掉對手的時候 我還能再reboon一波 在這邊村民爆到153村 這邊叉叉又一直在叉 這邊pro應該知道YJ要不革命了 所以他叉叉也是一直在 等叉叉 等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記憶體 12加4攻擊力有16 1加3 1加4 這裡6加射影 12 基礎傷害 12加4 這樣子我的 我的擔心有點多慮啦 來看一下這一波 12加4誰受得了 哇 抱歉我錯估 我錯估了 革命流 12加4有點強啊 這血量有點太高了 這個血量有點太高以外 攻擊力也有點太強了 12加4攻擊力有16的步兵 而且他是叉叉 所以你說伯格蒂為什麼他一直被嚇熟 他有海底刀馬上清裝兵 他還有這個金冠 柏蘭明明兵 這文明我就問不起來嗎 147隻叉叉 超級叉叉 這寶剛剛也有點中火 直接堵掉加巨頭 很快的就堵掉 這邊還有 後面這邊有回去暗村民 開始爆經濟 一樣回去回農一波 趁著這一波打人家的時候回農一波 沒有被打回來傻點 這邊有一大堆 火蘭明明兵 148軍事 直接殺進來 這個引進不是用分數可以去 逆轉YJ的 這個引進是先天 記憶體上 BRA你今天單挑 現在這個時候 你單挑再贏他一千分好了 實力贏一千 你可能都擋不住這一波 因為只要 一座一座TC拆 一隻一隻村民殺 這盤結束了 哇我覺得BRA 我看到他的基本功非常的強 但是阿拉伯現在太殘酷 殘酷阿拉伯不是沒有原因 不是為什麼叫他殘酷阿拉伯不是沒有原因的 從2021年沙漠之王第四屆之後 不是之後 之前就已經 統一叫阿拉伯殘酷阿拉伯 這個又再次讓我們認識到這個漏洞帝國 也有漏洞帝國的表現 也有殘酷阿拉伯這個是特色 這邊強弩兵轉出來 但是強弩只有11隻 革命一波 這裡畫面上有90隻 Oh shit Oh shit Oh my god 這個你現在叫viper來接手 他還打不贏 Oh shit GG 恭喜YJ1 好 那這一場 開場白 比較不一樣 雖然是投稿局 但是未來可能 我有一些計畫想要改變一下 然後拍片的次數也沒有像以前那麼多 因為現在直播比較多 那以後 這一場雖然是一個2000分 我希望以後可以看到一些500分的 400分的 然後各種分段 我們都可以稍微來瞭解一下 世紀帝國現在是生態如何 那這一場 柏根帝對上七星裡 雖然BRA一路都被挨打 但是可以看到他的基本功 跟現在阿拉伯 還有漏洞帝國等等的 生態 跟一些 也許你分數 單挑 比人家低三四百分 你也可以參考打更多的強軍士 給對手更多的壓力 也許你可以打出一個破口 那這一場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加上柏根帝 文明也稍微強了一些些 讓這邊YJ打的也比較舒服 不過最終這個佛蘭命命兵 要點之前還是有點緊張 但是看了這個12加4攻擊力之後 沒想到佛蘭命命兵 是那麼的強 那個基礎傷害非常的高 大家以後有完播跟利益 也可以參考這個戰術 那這裡的轉播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